早安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2月29日 已經是星期五了 大家好 這節也是聯合廣播 其實早幾天 應該是講上星期的事 甘肅省發生 6.2級的地震 甘肅這次的地震影響到旁邊的青海和陝西的西安 也感受到震央的 而且 當地的氣溫很冷 在零下十幾度 這個世界當然是有善心人的 據說 加拿大一個很有名的羽絨品牌 叫做加拿大鵝 Canada Goose 這個很貴的 一件三成八千元 他們捐了2000件這些名牌的羽絨 捐給 災民 這個公司很有善心 這個公司 其實西方世界有很多這些機構 我們 很善心 在這裏居住就知道 以前你就不會知道他們真的有那麼多大礙 他們有很多組織 這裡有很多人捐東西 我們超市買東西 有一個盒子 或者有大小不同的間店 每間超市都有的 他們就有一個給你捐獻的食物 給一些有需要的人 那你就放在那裏 有些有需要的人就會自己拿 沒有問題的 很多 在這裏的當地人 買一些食物 可能會放在那裏一兩件 有些餅乾 麵包就不會被人捐 因為會變壞 通常是放在那裏可以擠久一點的東西 當然 我也看到有人放蘋果進去 因為 很多家裏有蘋果樹 蘋果樹一下來 就有很多袋 所以他們就拿去捐給別人 送給別人 這也是一個好方法 很多民居 在門口裏有紙皮箱 有些蘋果在那裏是免費給別人拿的 也有些人經過拿過來 總之他們就是 進來拿的 要有這樣的習慣的社會 首先那些人是要有自律 如果那個社會是普遍不自律 就不會有這些東西了 所以你證明那些人是很自律 反而美國就不是那麼自律 因為美國有些救濟糧 有些教會派 政府派一些救濟糧 禮品包 是給一些窮人的 但是 很多中國人 去那裏排隊 拿完之後就在街上賣出來 美國真的有這樣的東西 這裏我們是在英國看不到的 這個社會是一個很善良的社會 我們看到加拿大其實也是的 美國是在紐約 特別惡劣 因為那裏可能 有些大量的假移民 假難民 很多這些東西 我們 現在網上炒得很熱的就是 加拿大我這個企業 捐了2000件羽絨 因為你們凌下十多度受災 我們覺得你很慘 我們就捐給你了 結果 紅十字會就作為一個統籌機構 大陸對接單位 對接了之後 他們就接了一些貨 回到自己家 然後 在淘寶拿出來賣 被人罵他 為什麼呢 淘寶那個人說只有幾百億而已 不太多 哪裡來那麼多加拿大我啊 未必每個人都捨得買 還敢放上二手平台再賣 真是倒賣物資 你以前讀宗史 你沒有喜歡讀宗史啊各位 讀宗史啊 你讀了那些 歷朝歷代 現在最惡劣的東西是有齊了的 全職居旗啊 物資盜賣 以前 我看到清朝有一個禁令 他說 當這個地方有災民的時候 有天災有災的時候 政府就要開倉震制 要派粥的 而那些粥呢 有一個標準 筷子插下去 不會掉的 如果掉了下來 那個官要斬頭的 意思是什麼 你不可以給粥水人喝 要吃得飽啊 筷子插下去 那個筒子 要插一雙筷子 不會掉下來的 意思就是說要密度高 不可以給粥水 如果是粥水的話 那個官要斬頭的 這個當然證明是什麼 證明每個官是黑烏的 不是證明清廉 是證明那些官貪到 連捉水也要貪 沒有理由的 偉大的中華民共和國 沒有理由會這樣做的 一定是抹黑 特意有美國間諜在淘寶開戶口 用中文賣東西 有這樣的可能 我呢 要跟大家說個點 當時 解放軍 他們就說 他們的紅軍 不拿人民的一針一線 其實是真的 除了針一線之外 他真的不娶你一針一線 因為一針一線賣不了錢 他真的除了一針一線 所有雞硬鵝 豬牛羊 全部都掉了 如果是藍絲和五毛 真的會用我剛才的方法來說 沒有 這是抹黑來的 但是我們有一項證據 有中國大陸的高官被拍攝到 忽然之間是穿了加拿大鵝 這個叫張國青 他現在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員 也是國務院的副總理 他率領國務院的工作組去現場 參與鎮災工作組 加拿大鵝 被人圈住了出來 奇怪了 加拿大鵝 你自己買的還是怎樣呢 如果你自己買的 你是漢奸啦 你有錢買加拿大鵝 你也不去幫忙鎮災 還要買加拿大貨 加拿大 是西方敵對勢力來的嘛 怎麼能夠自己買呢 中國 我炒的那隻股票叫波斯登 波斯登就是中國羽絨大王 為什麼你不買波斯登 第二 為什麼波斯登不捐 為什麼要加拿大鵝捐 而你波斯登不捐 波斯登這個聰明高的老闆要拿出來問責 加拿大境外亡我之心不死的勢力 竟然捐2000件 那你波斯登要捐兩萬件 所以熟悉中國大陸官場的朋友 怎麼能夠貪 怎麼會不貪呢 為什麼這麼巧 視察甘肅 官員會穿著加拿大餓 肯定紅十字會就給高工會員派一件 我們先孝敬他們 送禮物 送名貴禮物 還要借花敬佛 你也算絕了 借花敬佛 其他人我看不到有的 其他官員就只有張國青被圈置了 這個就是收禮物 這個可能是不知道的 這個可能是不知道的 人家的衣服穿也要穿吧 但是你就是收禮物 所以就是證明你 收禮物很小事 現在的問題 現在的問題 就是 這群中國人 他們已經貪得無厭 像之前的韓紅 原來 韓紅開了一個戶口 幫這個災民籌款 收了7000萬的捐款 而紅十字會是收不到的 因為沒有人相信紅十字會 大家都知道你們是賊 你們是做生意的 你們是自己賺錢的 所以 令到紅十字會很尷尬 而中國官方覺得不行 我們紅十字會 我們要水喉被你截了 立即點名批評漢紅 要他立即滾 滾出金屬 而且還要他收了7000萬的 交出來 不准吃人血饅頭 其實他們是吃開的 所以他們也要當於你們香港的人 說你們吃人血饅頭 因為他們是吃開的 知道有人血味道 因為當年溫家寶說的 多難興邦 為甚麼 越多災難 他們越多蓋水嘛 大家記不記得 民村地震 當時北村一個小小的完成的領導 他們說 只要重建北村一千億 貪心套 現在香港人在英國買樓的價值 北村一個小小的辦法 人家多給你一千億 貪得太過分 所以 香港人就報大數 你試一下叫他捐錢買樓 你看一萬億也不夠 當年民村地震在香港捐了過百億的政府 只是香港政府也撥款了100億 但是呢 在他們的感謝名單沒有香港份 有感謝阿聯酋的數十億就有感謝阿聯酋 那幾十億就有感謝阿聯酋 今天才剛說完冬江水 真是被人尋找了 這件加拿大 我這件事炒得很熱 因為 很明顯 你是擲出國際 侵吞人家的東西 將一些旧災民資倒過來 還要把舊災民資倒過來 還要放上房 桌底賣也還好 還要把領導人拿出來 他們沒有那麼多領導人 也要兩千件那麼多 還要把領導人拿去賣 他們不賣不行 好像之前 上海封城 全世界 全中國都有各地捐菜給上海 誰知道那些人就把人家捐出來的菜拿去賣 高格賣給那些人 你買不買 不買就沒得吃 你自己買便宜的不准 不准進來 要打爛你那些 你一定要買那些高價菜 這就是中國人做生意的那種無糧 這些錢是發死人財 他們賺錢的道德底線很低 低得是沒有底線 深入地府 十八層的底線 所以你會看到 這些情況 哪會有人捐錢給你 你賺錢給我 買甚麼 買加拿大我 你不是賣的 你是偷的 中國大陸的那些海外領事館 解放軍就說甚麼對付索馬里海盜 好笑呀 他們說有十幾次護航任務 是不是幫海盜護航呢 假揭完之後 護送回索馬里 沒錯啦 這班人真的是垃圾 好了 這節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裏吧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6部曲 我們誠意閹請經濟去看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扣購我們的VPN 就更加讓你上網放心安全 多謝大家 拜拜 大家好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國下的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rkshark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串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也是 十分之快的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理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 都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的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